Coffee在每个人心中 都是一个幻想 一个梦 透过它 传递来自不同的心思与故事 然而 当咖啡遇上变化多样的样貌 就有不同的新感受 因为其实我一个人在 一开始在学咖啡的时候 遇到很多瓶颈 那其实这些瓶颈 通常都找不到答案 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 自己学成了 有能力去传承这样的技术跟知识 才会决定就是说 创办一间推广中心 就是为了推广咖啡而做 为了指导咖啡的技术 老师们打造了这个环境 让所有热爱咖啡的人 不仅能品尝自己做的咖啡 还可以学到不同于一般的装饰技巧 我们追求的是半自动咖啡机 它能带给咖啡的更多层次与风味 对 那我觉得 如果将霸台手的专业技术 跟机器结合的话 我们可以赋予咖啡全新的风貌 在一个台湾咖啡节会办的 拉花是点这一杯咖啡最基本的项目 我们可以透过一个拉花的样子 来感受它展现的灵魂 而不单就只是一杯有样式的拉花咖啡 我认为一直以来在咖啡的世界里 就没有太多的绝对 我觉得它很深奥 而且也很多变 我们理想在于如何让大众认识咖啡 然后透过拉花艺术的美 进而去了解到它的本质 大家既定印象可能觉得 拉花咖啡只是一杯令人看了 会感到开心的饮品 但这里的原则就是 什么都是无局限的可能 所以他们追求了兼具好喝与美感的咖啡 那其实我们以前走咖啡店的时候 会常常因为在等客人 然后所以不晓得自己要干嘛 然后也没有机会可以练习拉花 对啊那我相信现在很多店家都是这样 所以最后我们才会决定走 推广咖啡这条路 为了把这个教学更加地推广出去 老师们毫无藏私地 把自己拥有的全部 教授给热爱咖啡的学员们 让他们学到更多不同的东西 我常常告诉我的学生我觉得 其实很多人会觉得拉花需要甜分 那其实它最主要是你要知道说 重要的技巧在哪里 然后只要不断地练习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拉得很好 因为我和朋友合开了一间早餐店 然后可是咖啡一直被嫌煮得不好喝 后来就是经过朋友的介绍就到 在地咖啡来上课 在地咖啡的老师上课都非常地有趣 而且能够清楚地知道 关于拉花的技巧 那我觉得上课的环境也非常地舒服 所以在在地咖啡学习 我觉得非常地棒 我觉得专业太深 然后真的是学无知境 对所以其实每次教课 不管教课的过程中再累 我还是会时刻提醒自己 还要再更好 对因为你得让更多的学生 学到更多的东西 在这样的环境 学到很多不同的观念 打破我们对咖啡定义的思维 更让我们清楚了解 装点艺术特色的咖啡教学 我们觉得咖啡的市场很大 但是能够学习咖啡的地方 真的很少 我们想让学习咖啡变得更简单 更容易了解 更贴近一般大众 让学习咖啡也可以变得很容易 我觉得咖啡产业是很富有 人与人之间感情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它需要 经营得更投入 而且你也得要 不断地精神自己的实力 对 这样才有办法说 造就一间 大家都会记得的咖啡店